台海两岸紧张关系不见缓和 对此台湾持续加强对空的防范能力 万安45号演习星期一登场 在全台各地举行直到28号 并且率先在北部城市进行 警报声响起后 路上的市民在警方的引导之下 疏散到邻近的防空避难处 原本车水马龙的街区 瞬间变得空荡荡 我觉得这些事情可能还是必要的 让人民知道假如真的发生了什么状况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 万安防空演习从下午1点30分开始 两点结束 这段时间内所有人都必须留在室内 例如商场 餐厅和地铁站 同时防空避难所也必须将门窗和灯光关上 以免夜间成为敌军的袭击目标 不仅如此 萧整和医护人员也模拟空袭后的救援概况 在板桥车站附近举行灭火和救护演练 演习期间 军警人员都鹤枪实弹在路上巡逻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台湾的国防和战备状态升级 虽然至今没有报告任何来自对岸 异常的军事行动 但是保党政府防患于未然